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必须要来民进党这边 七天假仍然未决 民进党落实承诺 民进党落实承诺 七天假仍然未决 七天假仍然未决 民进党落实承诺 民进党落实承诺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边是329 第二天被砍掉的假 老实讲 如果民进党的实施审查更快一点 我们今天可以放假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昨天越来越多的讲法开始出现了 像陈雄部长讲的 既然都没有要纪念光复了 都不承认光复了 还放什么光复节 我们要讲对劳工而言 假日是我们的劳动权益保障 这是一个事情 先把这件事情确定好了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那该纪念什么 拍摄我们可以不纪念光复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不纪念讲功诞成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要纪念什么 我们可以纪念工人怎样被剥削的 我们可以纪念说 今天台湾劳工在这个经济发展奇迹当中 怎么样被忽略的 怎样被压榨的 劳动怎样进行弹性化的 我们的外籍移工怎样被奴工化的 这些都可以来纪念 所以不擦明目 所以不要用那种转型正义的 逻辑 这种局限的逻辑来看这个假日的实施 以台湾来讲卖场或是那些服务业的那个 劳工啊受害是最惨的 因为一般那个像我们卖场来讲 聘雇了大量的即使员工 所以他们国定假日会有那个出勤算倍工资 然后现在劳动部这么一砍7天国定假日之后 他们的收入瞬间马上7天都不见了 而且所谓的周休二日单周40公尺 并没有在目前的行业里面 并没有全面落实 而且以我们卖场的营业性质来讲 我们并没有在这个修法里面 单周40公尺 然后那个月工时160公尺里面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实时上的利益 我们休假也没有116天 我们只是被变相缩减了96天 然后再加上我们国定假日又被砍了7天 其实对老公来讲 砍掉7天国定假日 其实那种伤害还蛮大的 会不会这个建议不连续会延续到 这个大会上面 那个大院上面 然后用这个理由 然后来把这个昨天未还的这个决议案 然后把它退回 会不会有可能 回答不会了 因为其实民进党是一个党团 他不可能在立法院这个态度 叫赵委员会一个态度 到底并会另外一个态度 并会也会对 当然是一定的质的态度 当然是这样做的 因为这个决议文嘛 毕竟没有写说 这个19天假就是一丝一毫不能变动 那会不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520后 民进党上任之后 把内政官劳动的权责离清之后 就后来用行政命令再把我们的假砍掉 会不会 第二点 是这个问题 我回答了马上 对对对 关于19天假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我们1月4号的承诺 那承诺不是对空外团 是对全副劳工的 那承诺是这样讲的 在没有保障劳工信有的权益之前 不会做价值的变动 也就是不会驱逐 我砍齐天假这样的意思 那砍家就一定会出现 顾主任我来理解 这样会不会出现 那看就是 那相关的配套会定怎么样 来来 顾主任 刚刚其实你有没有听到 我们有一个基层工会的干部 已经提到一件事情了 今天他即便不是部分工作 一种是部分工时工作者 你砍下去 他绝对权益损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即便不是部分工时的工作者 他本来就已经中休二日了 你现在把其他人家取消掉 他绝对损失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你会看到移工 移工这么多的台湾移工 其实在过往我们的劳务政策里面 完全是被忽略掉的 那他们也因为这个国定家被砍掉 而受到实质损害 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认为 只要一砍价 就绝对导致劳工的权益受到损失 所以我们不知道 所以刚刚郭主任的意思是说 只要有配套 你们还是会砍价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要解释跟就是复述 当初蔡英文主席的所说法 他的说法是说在不 在不就是妨碍制劳工权益的 才能够做这架起调整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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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政策 我相信郭主任今天也没有办法 完全回复我们的任何问题 那个明确的回复 但是我们只要跟大家 跟你们报告说 第二点部分 如果你们觉得 只要有一些配套就可以砍价 我们认为万万不可 原因是因为 只要一砍价 权益就会受损 而一权益受损 你没有砍价 完全就是见证了蔡英文主席当时的票票 承诺跳票这件事情 会跳票 绝对不会跳票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说 至少你们不会 绝对不会让劳动权益受损 但是我们跟你讲 然后只要一砍价 劳动权益就受损了 那当然说到一点 就是说 有关于 所谓权益受损的问题 需要跟劳方就做一个 更深入的一个讨论跟协商 所以不是单方面决定的 所以如果各位认为 只要砍价就受损权益 在回复东部之后 在我们之争之后 可以来 好久来详细的讨论啊 就如何做成它不受损 对不对 第二点 民营党 党团 还有立委 他会不会在立法过程当中去保障 这19天假的完整人 而且这个立架是当然要于补修嘛 我想请郭主任回答一下 第三个问题我这样回答 就是说 这个法案是2012年提的 那正好符合这起不列续 就这法案已经不在了 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我们有计划要提类似的法案 在新的会期吗 我据我所知是没有 未来呢 未来呢 据我所知是没有啦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真的提的话 19天假的应该就要含扣在里面吗 基本上是这样的 如果减少7天的话 必须再保障老公全身的前进之下 我没有说到19天了 但是我们刚才有个沟通 我当时不是这样承诺的啦 还是可能会喊 所以看起来 是是是 我今天也评论是前提嘛 我们今天没有要为难的意思 但是我们至少 还是让我们很 就像是我们标题上面写的 其实仍然味觉嘛 看起来你还是会说 好像那部分保障权益下面 就可以砍价 但是我们刚才已经明确跟你讲了 只要一砍价 就没有所谓权益保障这件事情啦 就绝对是牺牲权益啦 那至少你该回应说 第一点 第一个大院绝对买肝 绝对会退回到老公部 这是第一点承诺嘛 第二点部分的话 就是刚才讲嘛 权益保障 才有可能来进行砍价 但问题我们刚才跟你讲了 砍价绝对上次权益 但你刚才有个承诺是说 如果真的要有任何动作 必须要跟劳方进行协商 当然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针对立法的部分 就是立法部分的话 你应该是说 现在好像没有一个立法的规划 那我们刚才就进一步问 未来如果立法规划的话 是不是要把劳动权益的保障放在里面 当然 您应该提到全国一致的概念 第一个 为什么今天一定是 劳动现在比较好 公务员以国定假日来看 公务员比较差 就是要砍劳工的 为什么不是把公务员提高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也可以答到全国一致 第二个问题是说 你如果只是看国定假日 毛病人失准 你必须还要把所有其他的 比如公务员其他的一些假日 比如说像婚伤喜庆 各样的假日 放进去看 特效样放进去看 而且我们不是说这样就要把公务员砍掉 而是说 劳工应该要比较他的好的部分 然后公务员也比较劳工好的部分 那看起来好像现在还没有在民营党的思维里面 所以才有前提叫做保障既有的权利 我们好像 其实对 但是我们1月4号的承诺叫保障 其实现在我们要提到一个东西 如果未来在政策方向上面 叫做全国一致的话 我们希望民营党更进一步的思维 叫做提升大家的集体劳动权益 这可不可以做个承诺 我们之间之后再一起来讨论好不好 刚刚讲过了嘛 这件事情需要大家共同来 共同来讨论 立法院都过半了 现在就可以立法了好不好 关于政策 不要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两个人讲好就好了 我们必须要强调 乐见昨天未还的不予备查动作 但是 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疑虑 刚刚跟郭文斌 摄影部主任的对话当中 我们慢慢发现到说 看起来砍架这个选项 并没有完全在他们的 选择的list当中移除 他们的逻辑是说 只要权益不受损的状况下面 就可以来砍架 但是我们要跟他报告 我们刚刚其实很明显的 明确跟他报告 只要一砍架 权益就立即受损 节目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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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